我当时是很懵的状态 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我恍惚了一段时间才知道 梦想成真 真美 就是瞬间世界都亮了 她转生的那一刻 是谁惊慌是错 为什么我们俩一直坚持 用方言去创作歌曲呢 是因为我们觉得 用方言这种方式 去创作歌曲 会离站在我们脚下的土地 我们看到的天空 我们身边的人 和我们所经历的事情 会更近 会更贴近它 所以我们一直用方言去创作 所以可能未来我们也会想一想 就是得绕开我们作为职业乐手的一些 一些偏执的对于完成度的追求 就是可能会花一些时间想一想 所以我觉得来这一趟也算是 就是另外一个方面的收获吧 我看月光爬过梦里的屋檐 梦花变延远到这种闪电 穿过那个山穿过那海边